欢迎收看打开公话麦 我是许中江 国民党选出新任党主席吴敦毅 而且是过半票数遥遥领先 这是代表一个团结的国民党回来了吗 过去一年党中央跟党团 各行歧视的现象是否能终结 而本土出身的吴敦毅 是否能带领国民党朝向本土利益 改变国民党深蓝的形象 那国民党还会不会有路线之争 不过吴敦毅马上要面临2018的地方选举 六都市长能拿下几个县市 立法院还要交土抗争吗 对民进党来说 这是不是一个难缠的对手 还有两岸关系 中国如何看待吴敦毅 习近平的贺电 潜词用字都透露了什么玄机 另外蔡总统执政周年 民调数字实在不太好看 尤其原本支持的年轻人 中南部地区不满意居多 蔡总统迟迟不换内阁 原因在哪还是找不到人 那内政经济不符合期待 外在两岸关系 中国封杀 小英要如何突破困境呢 相关一提我们必须探讨 首先介绍今天来宾 民进党立委刘兆豪 大家好 国民党文春会副主委 郑世伟 大家好 以及民进党立委蔡诗颖 大家好 政治评论员张明佑 大家平安 好 先来看国民党党主席 当选人吴敦毅 上午接受广播节目专访 来看VCR 国民党整党主席吴敦毅 上节目谈党的下一步 距离正式上任还有三个月 面对党内希望提前交接 吴敦毅说尊重现任主席 明天下午三点钟 那如果他没有提 我不会主动跟他提 如果他主动提 你会同意提前交接吗 那要看他的态度啊 同一天的行程 还要拜会副主席郝龙斌 但传言党主席出炉之后 红秀柱阵营 气氛低迷 吴敦毅认为哭哭很自然 但国民党不会因此分裂 反而会在上任之后 贯彻选前的政见 统整党中央和国会党团 一定会是由中央政策会的执行长 跟总召同一个人 同时也会考虑 必要的时候 说不定也考虑 让他担任副主席之一 然后党团的三长 将来一定会列席 每周的中央常会 过去就是如此 只是这一年不一样而已 回归到那样的以后 我相信党团跟 我们的党中央 会成为一个非常紧密的伙伴 因为我们这个礼拜五 已经是我们的整个会期的 最后一次的党团大会 我们真的是希望他能够来 简单的致意 就是来跟大家说哈喽也好 国民党立愿党团乐观齐成 似乎希望主席尽快完成交接 似乎是要为了2018六度 和2020总统大选提早布局 2018年一定要有所斩获 就是县市的执政的席次 一定要增加 台北市用克文哲模式吗 你都不要去提这些事 这不跟人无关啊 那人跟市久在一起 我不会回答 你要参选2020吗 我没有这样讲 我没有这样讲 那你要推国台迷吗 我没有这样讲 我觉得都不排除 要推谁参选 吴敦毅保密到家 只说会团结 不挺执政党的泛滥势力 对于挥函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时 没提到一中个表 吴敦毅解释 使用1992年 海基会让前总统李登辉 签合时的原文 两者意思相同 博士传言 吴敦毅每一题都答得小心 就怕多说多错 打坏了往后的布局 好国民党终于选出了 新任党主席吴敦毅 不过这三个月的交接期 会不会太长呢 来先请教世伟哥 那这助解 会不会提前的这个交接 或说他要不要 那再来就说 这个吴敦毅以14.4万 所以高票当选 比其他的这个候选人 可以说遥遥领先 那这是不是代表一个 团结的国民党回来了 首先我们要谢谢 在这段期间 各界的一个关心 当然我们在上个礼拜六 这个党主席跟党代表的 一个选举 选举完了之后 当然要谋求的就是 国民党 我常常在讲说 国民党 你在党内的一个施杀 不管多严重 选完了之后 一定要跟民进党一样 他三知识可以工作 你一定要团结一致对外 我相信新的当选人 吴副总统 他当选了14万多 然后过半 那我相信他最近 也都在陆陆续续拜会了一些 同样参选 这个党主席的候选人 那我相信他心里没有定见 以他过去的一个资历 他也在党部 担任过这个党的秘书长 甚至于副主席 我相信他有他的这一些规划 但是至于讲说 外界会觉得讲说 这个三个月 等到8月20号上任的一个空窗期 是不是讲说久了一点 然后洪秀柱主席 是不是会做提前交接 我相信我不晓得 但是依照党章的一个规定 他就是如此 但是现在也不是只有讲说 党主席的一个交接而已 现在后续 大家会觉得讲说 为什么要把520定投票 然后到8月20号才上任交接 我相信当中除了党主席 党代表选举完了之后 现在要进行的 就是中央委员的一个改选 中央委员的一个改选 到7月底之前 包括了中央委员的一个选举 包括中常委的一个选举 我相信这是党内 接续下来的这一个选举 那要不要提前完全 是不是看朱祖杰的主观议事 主观议院 完全看他是不是 我想看明天是不是说 吴副总统 还有跟洪秀柱主席 他们是要 外传是有说要见面 明天见面的时候 那你看当事人 他们怎么样子看 当然吴副总统他也有讲了 如果说交接 是在7天以内能够搞定 那就不需要拖那么长 但是如果规定是如此的话 当然就比照规定 来做一个办理 我相信这个是 由现任的党主席 跟当选的一个党主席 他们怎么样子去 来做这一些沟通探讨 我相信要尊重当事人 那你觉得吴敦宜当选 对于过去 我们说过去一年 这国民党似乎 这个党中央跟党团各自为政 那吴敦宜当选之后 会终结这样的情况吗 我相信不管谁当选 今天愿选就要服输 那今天选完之后 大家都尊照党员 这个选举的一个结果 大家怎么样子能够 这样子一步一趋 大家能够团结合作 毕竟国民党 在2014年地方败选 2016中央败选 现在沦落为在野党 而且在国会又是少数 我相信大家外界期待的 就是说在民进党 执政了一年 然后蔡英文总统的一个民调 这么样子的一个低迷 怎么样子单为这个第一大在野党 怎么样子能够谋定而后动 怎么样子能够浴火重生 我相信这都是大家及时的 当然面对于2018的一个部分 我相信这也是新任党主席 他必须要好好的去做规划 对的确2018绝对是一个挑战 当然吴敦宜当选这个国民党党主席 来请他赵豪委员 就绿营的角度怎么看 他会是一个难缠的对手吗 那对国民党内部来说 过去我们说他们可能会有路线之争 那现在吴敦宜他算是本土出身 那未来国民党的路线你怎么看 我觉得国民党的修正是 国民党的路线事实上 长起来是他们最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对国家定位的认同 那吴敦宜上任之后 会不会有所改变 我觉得还有待时间的观察 这第一个 那第二个 其实就民进党本身而言 我们其实外内在的 所谓内在的挑战 不是我们内部的团结 就是说我们表现出来 那个政绩事实上远远大于到底对手是谁 因为我们面对今天无论是吴敦宜 或者是洪秀柱 其实我们面对都是一个庞大组织 而且有庞大党产的一个政党 一个国民党 所以我们觉得我们现在身为执政党 而且完全执政 我们要拿出一个好的政绩 在国有好的表现 在行政机关有好的表现 其实才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挑战 那自己党主席 到底是吴敦宜 或者是洪秀柱 或其他人来当 其实我们是站在一个尊重的立场 那毕竟是别的政党他们的他们的一个选择 所以我觉得对民进党最大的挑战 还是在内部的成绩 要赶快把它拿出来 但立法院的部分 因为这个党主席已经换人了 那你觉得过去这个一个会期来看 因为这个国民党都是采取这种 这个杯葛焦土的这个战略 那你觉得吴敦宜上来 你觉得这个方向会有改变吗 我认为 其实这个长期 过去这个两个会期里面 国民党民进党的党 国民党的党团 实际上跟他们党中央就是各做各的 所以我认为现在既然换了一个 他们一般认为会比较支持 国民党党团的主席 就吴敦宜他会比较支持 国民党党团的话 那我认为他也非常有可能 我们是这样预测 他的也许他的态度 抗争的态度也许会就更强烈 会更强烈 他们可能认为他们得到一个资源 那个背后的一个支持 以前党中央没有支持 他们都这样子做了 然后何况说现在的党主席 他们认为是支持他们的 所以我认为包括在一些重要的议题上 他会才有更可能会才有更强烈的抗争的 杯葛的态度 不过我们还是要这样想 就是说国民党 现在党主席已经产生 我们表示尊重 但我觉得现在此刻 台湾应该面对这些重大议题 还有国家无论是对外或对内的 这样的情势 应该放弃蓝的这样的无力的杯葛 应该好好的为国家的重要政策 大家好好的跨越蓝力 来为国家的前途着想 对的确 当然就是说吴敦义上任之后 对于这个立法院的这个抗争的手法 会不会放缓 或说更为强烈 当然还要持续观察 来请教民友 怎么看吴敦义 这个上任党主席之后 他们自己党内外的一些挑战 我觉得吴敦义上任党主席 尤其他以过半这么多的一个票数来看 表示说国民党的系统已经回笼 什么叫国民党的系统 我们在这一次农与水利会选举 我们可以看到说 那就是一个前哨 那后来我们看到吴敦义 在招募所有党员的时候 非常快速的行程 累积了他现在当选的票员 那表示说吴敦义在地方的系统开始动 为什么 因为红袖柱造成国民党 在地方中南部很大的一个危机感 尤其他的这个一中统表的一个路线 就算他怎么否认 可是对国民党来说 那是莫大的一个伤害 那尤其中南部的选民会认为说 你这样子讲的话 那台湾是不是很快面临统一的一个问题 这些都是利益选民 这些都是比较顾及在地方选票的选民 那吴敦义去整合这些人 不要小看吴敦义 吴敦义包括到南部高雄的眷村 所谓的黄复兴的票仓 他还是一样有非常高的人气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 民进党要担心的一件事情 因为过去这些选民在某些时候 是跟蔡英文的票是重叠的 那今天所谓的利益选民 他已经选边站的时候 表示说蔡英文政府某一些事情上面 让这些利益选民说 我还是回到国民党好了 还是回到国民党的拥抱 因为有吴敦义出来了 所以我必须说 未来的2018 2020的选举 吴敦义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他算是一个算我们讲俗话一点 就是老谋生算的人 他非常知道政治利益的拿捏 他非常知道政治利益的播放 可是洪秀柱犯了一个错 洪秀柱犯了什么错 他就比较刚直 他比较认为说 国民党就是一定要照这样的路线去走 可是不要忘记吴敦义是在政坛打滚 那么多年的人 所以他在政治上的拿捏是非常精准的 所以在这一次选举里面 包括很多的民调出来 甚至我今天看比较泛然的一些报纸 吴敦义的事情好像就只有这样子 洪秀柱的事情 好像就只有这样子 都不刻意不去提 因为在选前的时候 大家都说他们压错保了 因为吴敦义很信誓旦旦的告诉各位 包括吴敦义的幕僚 就钟小平议员 他不是要去告那个 举发他们什么人头党员的问题吗 他不是说吴敦义一定是稳定过半吗 国不其然 为什么会这样子 很简单 国民党的危机意识出来 尤其是本土派的国民党的危机意识 不能拖 为什么不能拖 我一拖下去我的利益结构会全部散掉 所以这次吴敦义的当选 可以证明什么 未来2018 2020的选举 民进党要面对的是一个本土派的国民党 那这个本土派的国民党的利益结构 我们一直认为已经 民党一直认为说 我已经破解了 可是吴敦义的回容 我不认为说已经破解了 吴敦义的高度 他有可能让这些利益结构重新的结合 是 好 那么吴敦义当选国民党党主席 外界所关注的各个层面内外 还包括他们的路线之争 会不会走向本土化 当然还有一个重大的因素 就是中国如何看待吴敦义呢 来请教世音委员 怎么看 因为这两天的报纸 我们也看到就是说 习近平的贺电当中似乎有一些玄机 从称呼 从您到你 还包括这个所谓的 他在回复习近平贺电当中 有所谓的像什么中华民族 什么伟大复兴奋斗 不去提两岸同属中华民族等等 那中国会把吴敦义认为 是有这个所谓的独台倾向吗 我想其实我们如果仔细来观察 过去的这段选举过程 然后可以了解 这几个候选人里面 大概中国方面会认为 吴敦义实力应该很强 可是这几个人里面 他大概最不放心的也是吴敦义 我们可以观察这个一个倾向出来 那从他讲的几件事情里面 我们可以知道说 他其实是属于 比较本土派的议员 例如他谈到一个 WHA的一个参与的过程 我记得吴敦义也曾经讲过说 中国方面应该对于台湾的参与 WHA给予更大的宽容跟支持 不应该在这个地方 来杯葛台湾的参与 那是他讲的这个话 跟国民党其他几个候选人 比起来是完全不同的一个调性 我记得其他的几个候选人 大概就把这件事情 直接就骂说 因为也不承认九二共识 所以你就没有这个入场券等等 直接拿这个框架直接讲下去 可是只有吴敦义讲出一个 不是如此的回答而已 他讲出一个更具体的说 其实就情感的部分 应该在两岸能够放弃 彼此的成见能够合作 这个部分是他跟其他的 国民党的党主席候选人 比较不一样的一个地方 那但是这个东西 是不是国民党党内的主流 我认为这还需要观察 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 选举过程当中 其他的几位候选人 包括现在的党主席 其实对于彼此的批评 是非常的严重的 之前我们看到什么人头党员 甚至是路线等等的 甚至是一些倉疤的部分 都接得非常严重 甚至是我们会看到 利用社群 利用网络的那一些批评的言论 实在是杀得刀刀剑骨 这其实非常严重 选完之后他能不能有办法去弥平这样的一个工作 我想这是大概新任的党主席责无庞贷的责任 那我们当然是期待说一个国家的进步 良好的政党政治是需要的 所以一个好的国民党的发展 是让国家的发展是有帮助的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们在看到这个 这个这个来电的贺电的时候 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当然他是把您改成你 感觉起来 好像把你说当成小老弟的感觉 有用上对下的感觉 因为过去几次 如果我们就发现 包括马英九 红袖书 好像之前还用您尊重的一个称呼 所以大家是说 是不是故意给他穿小鞋或干嘛 那我是觉得 就是说我们看了几次的 过去的这样的一个贺电 就是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给中国国民党的贺电 感觉起来的语气 是一次比一次的强硬 我的个人感觉 就是说他一方面 他在他对民进党 他好像献出了 我们台湾的一个发展空间 可是你看到 他好像对国民党在这个部分 似乎也开始 画一些界线出来 那这个部分当然 国民党可能内部 也不需要去注意这个事情 那我认为他画这个界线出来 是不是的 是不是也是回应 过去的那一派 所谓的非本普泰的那一批人 因为我们可以知道 选举的过程当中 非本土派的那一些人 事实上对于本土派的 伍敦仪是颇有为辞的 所以甚至我们曾经也听过一些 消息来源说什么 有一些人去跟习近平告状说 伍敦仪这个人 可能不适合领导 国民党等等 当然我们就是姑且听之 因为我们没有确实的证据 可是我们看得起来 感觉好像共产党在这个部分 也是有一点像听其言观其行 那种感觉 没有讲的那么明显 所以我觉得未来有几个指标 可能可以看就是说吴敦仪怎么到 他因为他有说过 他要到中国访问 他去中国访问的时候 他获得待遇 他在中国说什么话 以及他跟习近平的互动 我觉得可能是一个观察的指标 第二个因为他本身 台湾本土基层出身的背景 所以我其实我可以聊 我可以相信吴敦仪比起其他候选人来讲 更懂得台湾自己本身的语言跟想法 所以大家在谈到立法院的对抗 我其实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因为他当过地方的议员 第一个当过立法委员 当过县市首长 他其实很清楚的知道 有一些基础建设的推动 是有他的必要性的 他也当过高雄市的市长 他也知道南北的差距 我记得过去吴敦仪在当高雄市长的时候 曾经一直在骂说中央不重视高雄 讲了很多啊 从那时候 后来他的落选 他记得他落选的时候 除了说选举 他可能批评选取奥博之外 他讲了一个很重要的是说 因为中央不重视高雄 不重视南部 让他能够落选 让他孤城无利可回天等等 所以我认为也许 他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支持一些前瞻基础计划的推动 我认为比起现在的党主席 应该更有机会 不要忘了 他在当副总统认定的时候 马云九其实也推动一些基础 也推经额更高 接近一兆 另外一个消费券的发放 所以我认为他可以了解 这样的一个政策 对于整个台湾经济的发展 也许有这样的一个讨论跟必要性 我认为相对来讲 他也许会比较用理性的态度 不会的政治运作的状况 对的确 吴敦义当选国民党党主席 会不会把这个过去国民党 比较深蓝的形象 往中间来移动呢 当然2018的挑战还很大 那吴敦义在这当中 到底能够拿下多少成绩 我们看到新台湾国策智库 今天是发布六都首长的 满意度民调 高雄市长陈菊 是拿下施政满意度的 还有好感度是双冠 那桃园市长郑文灿 满意度也比去年上升最多 是第二名 而新当选的国民党主席吴敦义 只有18.8% 他甚至比对手洪秀柱还要低 来看VCR 六都首长就职进入任期下半年 新台湾国策智库公布民调 六都民众都认为台中市 是最佳一居城市 而台中市民的光荣感也最高 高达72% 据最有好感的政治人物 第一名是南霸天高雄市长成菊 接着是台南市长赖清德 台中市长林嘉龙第三 台北市长柯文哲也挤进第四名 好感度比去年提升8.2% 但新科当选的国民党主席吴敦义 却敬陪莫座 只有18.8% 比对手洪秀柱还要低 南军的立委说 核武的不一定是挺武 只是认为他是现阶段最能带领国民党来对抗民进党 这样的一个说法 不得也有可能变成是像工具人这样的一个角色 至于市长满意度 陈局已久成霸 桃园市长郑文灿 赖清德分居二三名 满意度都超过七成 接着是林嘉龙朱立伦 台北市长柯文哲最低 满意度只有44.6% 没有过半 而且不满意度还超越满意度 柯市长是很努力 他还有一段时间 我想连任机会我觉得还是有的 因为你可以看到他的进步 他不是一直往后退 那陶渊市不要讲 陶渊市是几乎在这次的调查当中 什么都是最好 当然陈局赖清德他们 他们实质满意度非常高 然后前段计划也的错误度非常安全给他们 那么已经可以更上一层 好我们看到面对2018 其实对蓝绿来讲都是一个挑战 那今天这个新台湾国策知乎库所公布的 这个六都市长的满意度 我们看到陈局是最高75.4 郑文灿的74.1 赖清德72.4 林佳龙55.6 朱立伦53.4 柯文哲是44.6 那另外在这个对于政治人物的好感度 我们看到排名也是陈局最高 再来赖清德林佳龙 柯文哲 侯友宜44.7 反而比朱立伦还要高41.8 这的确是蛮吊诡 再来蔡英文 游席坤 郑文灿 再来洪秀柱22% 再来吴敦义18.8% 我想请教士维哥 你怎么看这份民调 为什么吴敦义刚当选的这个党主席 但是他的民众的好感度却是这么低 如果这么低的情况之下 2018 你们的目标到底是多少 六都市长可以拿下几度 我想民调都做参考了 包括了前一阵子 蔡英文总统施政满一年 你看他的民调这么低 总统府也是讲说做参考 而且蔡英文总统讲什么他不会民调做事 那我相信这一份民调我们都做参考 但是好在吴敦义新任的这个当选的党主席 吴前副总统 他在2018他没有要参选 但是他现在总刮的是怎么样子 能够凝聚国民党党内的这个基层 然后各方面怎么样子运筹帷幄 然后提出适当的一个人选 在2018参选的一个县市首长 甚至于县市议员 乃至于乡镇市长 还有这个基层的一个村里长的一个工作 我相信他现在在上个礼拜六当选了之后 外界都在想说 现在要怎么样子做这个党内的一个整合 没有错 染外必先安内 我相信国民党 我刚刚就讲了 从2014 2016中央地方接连败选了之后 那国民党或许 我也常常在讲 这一年来民进党做得这么差 结果国民党的一个满意度 他也不见得做提升 或许在民进党清算斗争之下 国民党或许乱了套 或许国民党中央跟立法院 他在做这一个政策的一个拟定的时候 或许他有不同的一个看法 但是党中央也尊重 这一个立法院党团的一个自主 我也要回应一下 刚刚赵豪委员说的 你说吴敦毅上任 接手了这个党取籍之后 未来立法院国民党团 会不会再像过去这么样子的一个 激烈的一个抗争 我相信也取决于执政党 执政党如果说你不要蛮横一党独大 然后你强行要过关 连一个字都不能改 把朝野协商视之为无误 我相信国民党身为第一在野党 我相信人民也都在监督吧 都有都在看 不是讲说我们都是无谓的一直抗争 我相信少数要服从多数 多数也必须要尊重少数 那你再回过头来 你讲说明年的一个选举 大家都寄望 新任的一个党主席出现的时候 明年他的一个选举的一个成绩 到底是有没有比现在还要好 我相信这是党内全体上下 大家都要谋求的 但是同样的 我刚刚也讲 吴前副总统 从过去担任台北市议员 包括担任立法委员 包括担任县市首长 甚至于在国民党两千年败选的时候 他也担任在野党的一个党的秘书长 我相信他全国所有的一个县市 他要做这些拟定的一个策略 我相信他心中是有复案的 而且他以过去的一个经验 他在明年他怎么样来做布局 我相信他也了然于受 是不是我们比较讲实际点 今天吴敦毅当选国民党党主席 如果把这个过去国民党深蓝的形象 往中间挪移 对于你们的支持度会不会比较有帮助 我想起总统必须要这样子讲 我刚刚也讲 他也担任过行政院长 而且做过副总统 所以你再朝 你必须要能够自理 在马英九八年任内的时候 大家也都知道讲说 在吴敦毅担任行政院长那一段期间 他的一个市政满意度 所有隔头的满意度是相对高的 但是你在野的时候 大家也希望讲说 在野也能够制衡执政党 但是你对于两岸的这一个共识的话 不是像现在的执政党 两岸的关系 钥匙不活 我相信除了深化九二公式 你一中各表的一个表态之外 怎么样子能够让两岸 他虽然是敌对的 但是是能够和平发展 能够双向交流的 但是同样的 你在主权的一个捍卫上面 我相信我们也不能够放弃 我们也不能够让民进党 过去在野的时候讲说 你都亲中卖台怎么样子 事实上民进党执政了一年了 现在你可以看到了 国民党有亲中卖台吗 国民党有把台湾卖掉吗 没有嘛 反而是民进党 他现在对于两岸的一个政策 多数人不满意 为什么 两岸停滞不前 而且对经济来讲的话 全部都没有富汗啊 对不对 我相信人民要的 就是顾不得 你怎么样能够把经济顾好 这才是最重要的 赵豪委员 你要回应一下施惠哥 他说因为立法院的强力抗争 是因为来自于民进党的独大吗 是因为这样 那在2018民进党挑战又在哪里 我想来先说明一下 比如说我们以前章基础建设为例好了 要开工厅会的要求是国民党所提出来要求 而且开完工厅会 他们本身也在超委协商里面也做出不不杯葛意识的这样的承诺 但是我们照约定的开完五场的工厅会之后 事实上国民党一样照常的在杯葛 而且那个杯葛不用我再重复了 大家都看到了 那个所有几近敲锣打鼓鞭炮什么 没有鞭炮 就是那个器皿 那个器皿底 撒面粉 台桌子都都上场了 那我相信到底是谁在破坏这个朝野协商 到底谁不守这个约定 我相信所有的民众都看得非常的清楚 但是我来想一下 就是说因为吴杜利他现在在 之所以当选党主席 因为党主席本身 国民党党主席本身是个比较封闭 相对封闭的一个选举 因为他有投票权的人数是相对我们全国来讲 那个是少是比较少数 这个党义不代表外面的民意 所以所以你看吴敦毅他所做的语言 他是说会配合这样的一个选举 但是不要忘记 他当回到主流社会之后 他面对许多的问题 实际上没有办法 没有那个模糊的空间 他可以说一些话 比如比如讲说我们现在 我们面对的年金的问题 我相信一个任何一个政治人物 在认为自己高度够的一个政治人物 他在这个议题上 事实上也没有那么多 你可以讲的两面都讨好的话语 比如说两岸的定位 我们说得很清楚 就是说九二共识这一件事情 已经经过中国一而再再而三的讲 就是说九二共识 就是一个中国原则 那一个中国原则 就是认为台湾是属于中国的一部分 我相信这个是中国 中国方面是讲得再清楚 不过的一件事情 现在不是我们有办法去模糊 讲说我们这九二共识 就是一宗各表等等 不是九二共识 就是一个 而且二零一六大选 已经民意把他否决掉 已经讲得非常的清楚 所以其实这也是国民党的一个难题 跟挑战 就是说在这件事上也没有办法 已经过去的八年 也许马英九他用一个模糊 他自己自认 他创造一个空间出来 但是这一两年 中国已经狠狠地 散了两个耳光说 不 这没有模糊的空间 这就很清楚 这九二共识 就是叫一个中国原则 而且台湾属于中国的一部分 那其实这件事情 我想任何一个政党 任何一个政治人物 在这件事情上 当然有一个选择 他没有办法去模糊的 这样的表达 对 来 来 政党委员 怎么看二零一八 那么对国民党的讲 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那民进党呢 这样首先我先还是补充一下 刚刚刘兆豪 刘委员讲 就是说这个过去这一年 在理法院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我跟刘兆豪 刘委员 我们都在都是立法委员 其实也几乎天天都待在立法院 看整个状况 我讲几个案子 像以利益休这件事情 并不是民进党独创 要过这个案子 是因为在先前 勞基法的修正案 还没有修正完毕 而这个时间是在一百零三年 一百零四年的时候 所以后来就是因为怕得罪人 或者很多的考量 修到一半之后立法院 国民党在立法院站多数就不修正 所以等到我们第九届立委上任之后 接续这个案子继续修正下去 这我讲的第一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 像最近在谈到前瞻基础建设的部分 实际上国民党 他提了很多 他当天出了杯葛之后 我们没有说不能修正 我任何文字 你要修正前修正时间大家都可以讨论 最后他说我都不要修正 你就先退回去再说 他就是一个要求 然后国民党自己提出来的版本 更夸张 他也有提到要一兆 我记得是花莲的许正威 许委员提出来的 自己提一兆 甚至有委员的版本是 四年就要花八千八百亿 我说这更夸张了 这他们提出来的版本 没有人逼他们 另外呢 这个年金改革方案 大家都知道要改 马总统在最后几年 就一直说要改 他现在的时候 记者会访问他说 最遗憾的一件事 年金改革没有完成 大家都游记在耳 那民进党现在推动 不就是跟随 有很多的版本 事实上过去一直累积起来 一直在做的 绝对不是突然间 谁上了 就突然新创一个东西 所以我认为这些这些事情 我们应该要合作 一起来讨论 过去国民党任内 推的一个案子 叫做这个 一年三兆多的一个预算 也过了 没有没过 也是为了要国家能够做得更好 包括发消费券等等 当时民进党有不同意见 但是没有用这种方式 来抗议 所以我会觉得说 我们是期待吴敦毅当选 新的国民党党主席 他应该去了解 这个其实是一个对建设 有帮助的事情 对 因为事实上 很多的案子 没有因为你支持哪个政党 而能够说 这个就你能不能想 没有这回事 更何况他的案子 在公共工程的招标过程当中 我们有哪个公共工程招标 说你只有支持哪个政党 没有这回事 更何况我们都知道大部分的大企业 跟国民党关系都很好 对 的确 如果要这样讲的话 我们应该 不应该要推动建设才对 为什么 其实吴敦毅上任 党主席 其实真的要思考一下 那么过去强力抗争的结果 到底有没有增加 国民党的支持度 蓝明佑 不好意思 我再补充 你再补充 刚刚那至于2018的那个部分 我的看法是这样 就是说 任何一个政党 那要提出好的候选人出来 那我认为说至少对于吴敦毅 吴主席来讲 他就任到2018年有两年的时间 他比起民进党的蔡英文 蔡总 蔡主来讲 他应该有更多的心思去找出 他认为不错的候选人 因为他是在野党 那我也认为这是个好事 就是说各个政党能够提出不同的候选人 让民众来做一个判断 我认为这是一个好事 就是说你提出来候选人 你提出政见 让人民的 那这事实上也是鞭策 给执政党一个压力 就是说你不要以为 好像在野党软趴趴 我觉得这样也不好 一个强而有力的在野党 能够让执政党的 所谓的施政更有效 更能够回应人民的期待 我觉得吴敦毅 他除非他做一件事情 就是宣誓说 我不参加未来总统大选 因为我觉得他所有的寄望 还是未来能够有出现的机会 除非他带领国民党的改革 是说我放弃这些位置 我全心全意的放弃 所谓的这个总统的位置 总统候选的位置 我觉得郝龙斌对他的祝福有三点 我觉得是国民党现在面对的问题 就是团结 不要一直喊在口中 因为洪秀柱那时候你还记得 他上任的时候 他要选的时候 大家说他是定专时 结果定专时定到整个立法院党团 那个地基都跑掉了 跟国民党中央地基都跑掉了 那第二点要真正的推动改革 可是我们现在看到吴敦义副总统 他的改革 其实国民党现在改革是暂停的状态 为什么 因为如果说让本土派的利益结构回来 国民党改革一定是暂停 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年轻化 其实PTE上面今天也很多的人在讨论说 洪秀柱有一群年轻人 在这时候宣布说要退出国民党的一些欲求 我认为说国民党现在年轻化的困难度非常高 那所以刚才仲江哥提到说 包括所有蓝绿政治人物的好感度 让我最意外的一个人是谁 这一讲到2018大选 尤锡坤 对 尤锡坤 对 他是唯一里面 什么都没有位置的人 他还有34.5%的支持度 我认为说未来民党或许考虑一下说 在新北市方面能够推游锡坤出来 或许跟郝伟友也是有的拼 因为他完全一个没有造势 没有声势的人 所以国民党未来在面对2018的时候 吴敦义的决策 我相信他的脑海非常清楚 怎么样将这个利益节口去生效 未来吴敦义会怎么做 大家拭目以待 我们先休息会稍后来关心 蔡总统执政满周年 成绩不是很好 到底困境在哪里 先休息会马上回来 蔡总统就任一周年 台湾民意基金会公布最新民调 超过48%的民众 给蔡总统打了低于60分的不及格分 总平均是52.4分 基金会解读 这显示台湾人对执政表现不满 但不是死当 大家仍愿意给蔡政府一个补考的机会 来看VC 蔡政府就任满周年后 头一个上班日 台湾民意基金会 以民进党重返执政 即蔡总统执政一周年为题 发表最新民调 并找专家学者共同解读 针对蔡总统声望部分 民调显示 有39.4%民众赞同蔡总统领导国家的方式 不赞同者却有51.8%过半 若要对蔡总统执政满周年打分数 有高达48.3%民众 打出低于60分 只有23.2%的人刚好打60分 总平均分52.4 显示民众认为蔡总统表现不及格 52分是活档 不是适当 活档还有补考的机会 他们打出52分是说 他们要给蔡英文总统 second chance 对前瞻的部分 的确就是原来一起 可能要得分的 结果看起来这个负分 大于振分 代理民进党二度重返执政的蔡英文 有三成四民众 还算满意民进党表现 但不满意者高达六成二 其中蔡总统上任来 经常成为话题剑靶的林权内阁 民调有五成八不满 只有三成四满意内阁过去一年的表现 所以蔡英林体制目前还挺得入 但是民调背后代表的是民意 你不能不看民意 但是我觉得她有点像是虎妈 所以很多的那个势必攻心 所以那些部会首长也微微落落 遭学者点名领导风格需要调整的蔡英文 面对上任后争议不断的年金改革 及前瞻基础建设也呈现在民调表现上 基金会调查 民众对蔡总统处理两岸关系 外交及拼经济的表现不满意度 都来到时尚最高 学者解读 某程度也跟进来 蔡政府对李明哲案及WHA处理不善有关 虽然蔡总统在520表态 她只为国家做事 不为民调做事 但学者们语重心长 要奉劝蔡总统 如果民选总统不为民意做事 那她要为什么做事 好 在我们讨论这个蔡总统执政 这个周年的民调同时呢 我们也收到这来自日内瓦的最新画面 也就是今年的WHA卫生大会 是没有给台湾邀请函 不过卫副部长陈时中 还是率团前往日内瓦 目前正要召开记者会 那么卫副部长陈时中 如果出席记者会发表谈话的时候 那么透过画面上 我们都可以看到在日内瓦的即时画面 回到我们的讨论主题 那么蔡总统执政周年 有39.4的这个民众呢 是赞同这个蔡总统领导国家的方式 我们来看到这个数字 赞同有39.4 不赞同是51.8 另外呢 在对蔡总统执政周年 打分数的这个总分呢 总平均是52.4分 是不及格的 另外在这个民众对于蔡总统执政的这个部分 有十大满意排行榜 那么其中第一是追讨国民党不当党产 再来是国民年金的改革 再来是国防的表现 那不满意的部分 我们看到第一是经济表现 第二是林权内阁的施政表现 再来是处理两岸关系的表现 来请教民佑 怎么看这个蔡总统执政周年 到底困境在哪里 那如果民众对于这个明显的施政 是不满意的 尤其是经济百第一 那到底是不是要进行内阁改助 回应民意要求 我觉得蔡总统执政之下 我们可以刚才蓝绿那个 那个政治人物的排行榜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林权这22点多的 的好感度 从这里可以证实一件事情 就是蔡总统执政之下的 整个政府体制 他有点太学者心态 为什么 我们过去在批评马英九的时候 他在处理任何的政策 都是保持那种所谓的学者风范 不听民意跟民意有点距离 其实你如果认真去看 刚才仲江哥讲的那些民调 你如果说追讨党产的部分 你看有52点多的 台湾人民是支持的 为什么 因为他认为说不公不义的地方 就是我寄望你政府 应该要做的地方 那你看那个所谓司法改革 比较慢 比较慢的时候 变成民众会不满意说 你司法改革太慢 有55%的人认为说 你司法改革太慢 所以我认为说蔡总统 他的改革方向 其实是对的 可是他自己乱的步调 所谓乱的步调是说 那个先后顺序 他没有跟民众有一个媒合的管道 那所以我认为说 包括整个内阁体制 都需要去检讨这一部分 可是我们可以看到蔡总统 他在经济方面的表现 我认为说 其实台湾的经济是有所成长的 如果真正来讲 今天那个我们的GDP 政府公布的话 还有可能到保二状态 还继续在提升当中 所以我认为说在经济方面 或许在基层的民众还感受不到 我记得上个礼拜股市还上万点了 那我们的这个景气灯号 也从蓝灯已经九季多了 所以我认为说政府 他在这一方面 或许在台湾的总体经济上面 是慢慢在提升 可是人民感受度非常低 因为原因在哪里 我觉得是物价 那物价过高 那薪资的调涨的幅度太小 那加上一粒一休 这一方面的冲击 其实让很多人民的感受非常深刻 其实回国头来看一粒一休的问题 你看满意度只有35点多 不满意度达到54.9 一粒一休最大的一个问题 其实是他凸显整个政府体制 发生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就是跟民意的脱节 为什么我要这样子讲 因为很多中南部的中小企业 他认为说一粒一休 造成我中小企业人员上配置的问题 那劳减上的问题 这些问题造成受害的不止中小企业 连受薪接铁劳工出现问题 相对把这些责任推卸到政府身上 政府的改革是不是对的 对的 他希望劳工环境更好 可是他乱的方向 乱的套包括说劳动部长 他讲话有时候太快 我说前任的啦 讲话太快的时候 造成大家对政府的误解说 你这样做成我们的困扰啊 所以我认为说在现在政府应该是 把最会沟通的政府找回来 对 因为我觉得蔡英文总统最大的问题是 沟通的管道太过于封闭 而且他好像是把自己封闭在那个枷锁里面 他应该赶快把那个枷锁解开 对的确 透过画面我们看到这个来自日内瓦的最新画面 卫福部长陈时中 那么在这个日内瓦召开记者会 要跟各国来沟通有关这个参与 WHA的相关事宜 回到我们的讨论焦点来请教市委员 这个蔡总统执政周年啦 那当然蔡总统也说了 这不为民调做事 但问题是民调摆在眼前 你也必须参考 那民众如果说对于这个经济是最不满的 那恐怕你必须要有所回应 那不然恐怕这个所谓的 还有补考的机会 那恐怕下次民众可能会翻脸 我想这样子 这个TVBS 其实在每一任的总统都有做常态性的民调 有台做的 我看了一个有趣的数字 可以发现 这三位总统就任的时候刚开始都很高 然后就开始滑溜梯滑下 然后一直到就任满 九个月的时候大概滑到最低点左右 然后到十二个月之后 大概我们可以看到前两任总统 包括是那个陈总统跟马总统 有往上的趋势 那蔡总统大概是一样 那我的观察是这样子 就是说 其实总统上任刚开始已经有一个 刚开始的磨合期 不论你是不是准备再怎么样 因为毕竟你接着这个位置 找新的人来做这个相关的工作的时候 一定会有一点磨合期 刚开始的时候磨合期会有一个下降的趋势 但是过了大概八九个月之后 你的车子走顺之后 你的民调有可能缓步的回升 这一般的流程来看起来是如此 那为什么蔡总统 他没有办法能够缓步的回升 那我认为应该就是 大家对于这样的一个改革的期待 认为进度还不够 那我认为改革的期待进度 这样的进度还不够 很大的一个原因 是我觉得目前的台湾 面对的国际的新情势的威胁 事实上比起过去是来的更加的严重 为什么这样讲 大家都知道 中国的国力在这几年的力量 非常的强大 他从过去一个只是推动小康社会 变成中国现在在国际上 已经能够指手画脚 决定很多的事情 这样的一个状况 在政治上 我们的国际空间的参与 事实上是更加的困难 这是确实的 第二个就是说 那他在经济上呢 事实上我们也发现 他的国内经济越强之后 他开始也出现一个排外的倾向 有很多的跨国企业 或者外资企业 最后都面临出走的一个命运 所以包括很多欧美的企业 在那边做不下去 结束营业 或者是有很多的台资企业在那边 你做到一个困难点 他也往外撤退的问题 所以我认为对于这些的局势来讲 都是我们蔡英文蔡总统 必须要面对的 那台湾本身的经济状况 真的有那么不好吗 其实按照相关的统计指标 看起来 最近这一年的经济状况 其实是缓步上升的 包括说 我们的经济对策讯号 变成绿灯 我们的股市这两天 在一万点上下徘徊 都比过去一年来得好很多 但是数字好 但是民众感受度不到 这就是问题 就是说民众的期待 不是只是如此而已 就是说他会觉得说 这是你应该的 我希望能够做到更好 为什么 因为我们林权院长说 他是财经内阁 也就是说如果不是财经内阁 来当行政院长 也许他的经济成长率2% 大家觉得你不是专业 可是你是财经内阁的 行政院长的时候 你可能没有4% 大家都觉得你不合要求 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 我认为行政院长 必须要好好地想一下办法 你要做的经济的成长的发展 不是只是跟过去一样 你要表现你比过去更好 才能够让人民 对你的财经内阁有信心 否则的话 你跟过去的内阁有什么不一样 你凭什么告诉人家说 我是有史以来最懂财经的财经内阁呢 但就没有感受到出来 所以我认为这是林权林院长 他领导的这个内阁里面 最需要面对的 这也是民调之后 所以才发现说 大家对他的内阁整体是不满意的 对的确 这个蔡总统执政周年 困境在哪里 尤其内外交逼 内政在经济的部分 以及外交在两岸的部分 到底要如何突破困境 先休息会马上回来 蔡总统执政满周年 现在各项民调看起来 来请教赵豪委员 现在包括年轻人农民中南部 不满意度都非常高 那现在外界的这个认为 应该要内阁改组 你觉得是不是要赶快做 我现在引用一下 那天蔡英文总统 在欧洲商会所做的演说里面 他有提到说 其实从数字看起来 目前的经济的状况 是往上走的 包括我们连续七个月 我们出口的成绩上是以两位数在成长 包括我们景气的的灯号 也是比较正面性的发展 但是为什么这样数字看起来是好的 但是在民调上 是没有显现出来的 我认为是这样 民调有时候 他是一个人民的集体印象 他就是个印象 比如说包括这一年多来 包括一例一休也好 或年轻改革等等 包括立法院的这样的状况 人民这样的一个印象 也许就是说 我们政府好像执政团队 也缺乏一个魄力来解决这样的一个 或是有一个实质感受 比如说我薪水有没有增加 今天如果薪水有实质增加 那我一定觉得很好 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是很实际的 你说你数字再怎么漂亮 但是人民他没有感受 比如说外形势赶快 我零二十五K 我一样照零二十五K 你说经济不要说两趴 基地比乘乘五趴 我也没有感受 所以我认为说 这比较实际的问题说 我其实我是很建议 我们的蔡英文总统 也包括行政团队 当我们在所有 也包括很多年金改革 一地一修都处理完毕之后 我觉得实际上政府应该大胆的 把这我们GDP的 既然我们政府一直说 我们GDP是有成长的 应该把这个GDP的成长 反映在薪水的增加 分享给全民 我觉得政府要做这件事情 包括我们基本工资的调升 虽然我们现在师之领的 已经比基本工资高了 但基本工资的调升 事实上还是能带动一些 薪资的调账 也包括我觉得 比如说我们的公务人员的 在职的薪水 跟退休的年金 要把那个距离把它拉开 就是说包括你在职的时候 我应该把你的辛苦奉献 比如包括警消人员 或一般的公务人员 你的奉献 包括军人 这样你在职都很辛苦 我应该大胆地去加薪 我觉得这是政府应该要去做 包括你刚刚讲的 就是说执政团队 是不是有必要做调整 我觉得我是很赞成 要适度地调整 调整 不要把它想着 好像很大不了的事情 好像很严重的事情 其实这个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在一个位置上 都有他阶段性的任务 他有时候他不一定表现得很差 不过他阶段性的任务 完成之后 我觉得上任以来一年多了 是是应该要做一个 比较大的幅度调整的时候 应该有一个换一个整体 就是个别的调整 不要有强而有力的执政的团队 给人民一个信心 我觉得这是非常好 OK 来 舒伯哥 来 最后来 我还是觉得讲说解离需要适合 蔡英文总统 做通通不价慌疚 商务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